虽然今年疫情导致我们无法一起欣赏10T海报 然而我们依然可以一起欣赏来自北极的线上海报 大家好,我是今天上半场的主持人 我是二年温班陈云婷 没有开麦克服 我是二年温班黄芷贤 欢迎大家来到生物科专题研究成果发表 在我们进到生物之前 我们先来谈谈科学之母数学 大家知道10的八次方是多少吗 我知道,是一亿 亿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 举例来说,现在地球人口总共有79亿 而每年这79亿人大概会吃掉1000亿碗泡面 另外,恐龙也在地球上存活了约一亿年 不过,一亿所代表最重要的意义 其实是我们生物科专题研究制造老师 许一亿老师 现在让我们邀请许一亿老师来为我们开强致词 大家午安 欢迎大家来到生物专研小组 谢谢主持人结合数学和生物的介绍 身为一个活化石 很荣幸和恐龙的生存年代 有了人与爬虫类之间的连结 更高兴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两年难忘的专研时光 在这里还要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实验室的教授 学长、学姐们的协助 北一女中和家长们的权力支援 同学们的认真投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精彩多元的专题研究吧 谢谢老师 那在正式开始报告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专题研究 第一点 启迪探究动机及兴趣 套夜研究态度与精神 培养高层次思考 问题解决及自我引导学习能力 第二点 厚持基本研究素养 培育赏期建构与他人沟通 分享及互惠独立研究的经验 第三点 具备对独立研究反思能力 养成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 主动关心本土及国际议题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专题研究对我而言 激发了我的创造力 学会如何面对挫折 并培养科学精神 其实最重要的是 知道公管附近有哪些好吃的 像是那间鲑鱼丼饭吗 对 那你知道鱼还有什么品种吗 我知道有斑马鱼 不过它是长左边这样 还是右边这样呢 左边那是小丑鱼吧 右边那是骑着滑板的斑马 你在想什么 显然都不是啊 刚好我的研究是做斑马鱼 让我来好好为你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二年温班陈云平 我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探讨体积 调节因离子与有机渗透值通道 对于斑马鱼生长与代谢的影响 如果你觉得题目很长看不懂 别担心 希望听完我的报告之后 你可以比较理解 那让我先讲一些关于糖尿病的事情 糖尿病是一种身体无法自己将血糖降下来 使病人的血糖浓度高于正常人的代谢毒病 目前台湾的糖尿病患病人口数达到230万 也就是说每10人就有一人罹患 其中有9成以上的患者为第二型糖尿病 而造成第二型糖尿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胰岛素主抗 当血液中的血糖上升后 胰岛中的β细胞会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与细胞模像的胰岛素受体结合 经过细胞内一系列的讯息传递 会通过像是体积调节因离通道 后面简称VIC 或是AKT2的蛋白 而最终葡萄糖转入蛋白 会接收讯号一次细胞模像 使葡萄糖能够从血液进入到细胞内 但是细胞能容量的葡萄糖有限 当内部达到饱和后 无论再多的胰岛素都不能使血糖尿病要更长 这样就是胰岛素主抗造成的第二型糖尿病 我们假设如果VIC的破坏 那后续的讯息传递也会受到影响 使得葡萄糖的运送无法顺利进行 VIC在生物体中大量表现 他们透过运输氯氯子或是其他有机渗透质 像是牛黄酸或浮氨酸来调节细胞体积 而这个通道蛋白包含六个次单元 像简报中右下这张图就是VIC的3D结构 它由LRCA家族组成 这个家族有五位成员 LRCAA到E 透过不同成员的组合 可以让VIC有不同的特性 其中有研究证明 LRCAA它就叫Swap1 是VIC的必要读成成分 也就是说VIC中一定要有LRCAA的存在 在人和小鼠体内都只有一种LRCAA 在本次实验的对象斑马鱼却有两种 分别取名为Swap1A和Swap1B 而斑马鱼的Swap1B和人类的LRCAA比较像像 另外还记得我前面有提到过一次牛黄酸吗 牛黄酸是VIC调节细胞体基石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有机渗透值 在其他研究中 有人发现补充牛黄酸 可以挽救因VIC不正常所造成的现象 综合以上所说 我们推测产生胰岛素俯抗的启动基因原因 或许是因为VIC的效用不佳 而这个效用不佳 应该可以透过补充牛黄酸的环节 因此我的实验设计 就是以野生型控制组 剔除LRCAA基因的TW421语种 剔除LRCAAB的TW422语种 以插入CSAD 能增加牛黄酸表现量的TW406语种 建立饮食诱发斑马鱼肥胖的莫显 每天8餐 每餐大约喂食48毫克的饲料 通过过渡喂食两周后 观察它们血糖与体重的变化 以下是研究结果 我们将TW421语422的PCR产物 送往基因定序后 分别得到下注B与D 图A与图C则是野生型斑马鱼的基因序列 我们可以看到在图A被框起来的部分 在图B中有被点击掉 图C中框起来的部分则是在图B中被点击掉 到此我们可以得知TW421语422的基因已被正确提出 右边则是将TW406的样本以CSAD经作为因子 经DNA名交店有后所得结果 Marker与样本的量带在同样高度 可以得知CSAD已被正确插入 接着是血糖 我们在实验的最后一天 帮所有预测它们的血糖 经过程式统计后 可以从图中看到血糖最高的是TW422 然后依序为控制组TW406 而TW421为最低 在每笔资料上方所标的英文字是分组的符号 有着同样的符号代表资料间没有出现显著差异 例如TW422控制组和TW406被归类为A组 而控制组TW406和TW421则被归类为B组 换种方法来解释 就是只有TW421与TW422之间有出现重组差异 这边是实验过程中的体重变化 我们将第八天已经第十二到十三天分别以统计计算 从右边这两张图的差别 我们可以得知控制组TW421出现差异 而TW406和TW421差别较大 而且与TW422越来越接近 又被分类为重组别 整个会整在一起 可以看到控制组的体重增幅最大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资料 这次的实验中有几点可以改善 四组鱼中我是分两组两组鱼 但是没注意到当初的排程 所以寸体重时有几天天数是与两组之间有不同 接着因为实验室的鱼有限 我们做实验的四组鱼的年龄其实分别是五到八个月 不清楚这会不会对实验结果有影响 但如果年龄能一致我认为会更好 最后是实验程度 这次的实验只是初步实验 只会适合两周 如果将实验时间拉长 可能数据之间的差异能够更明显 针对结果讨论 三组实验组的语中 TW42最符合我们的预期 我们前面的假设是说 如果VIC被破坏 那血糖进到细胞内的图定就会受阻 而TW42的血糖最高 体重变化又最小 大概是印证了这个假设 那造成TW421与TW42结果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试着比较了SW1A和SW1B 在野生型斑马与表现量的差异 有研究指出 SW1A能够调节骨骼肌细胞的大小 而肌肉主要负责代谢 甘酱主要负责的储存 因此我们取野生型斑马鱼的肌肉和肝脏组织 比较表现量差异 这张图是以 费刷Actin作为基准 计算DeltaCT值 再以SW1A作为基准 计算出DDCT 与样本平均标准物后会质二层 DDCT大于0 即代表SW1B的野生型斑马鱼 表现量大于SW1A 所以图中的资讯就是说 SW1B在肌肉与肝脏的表现量 都叫SW1A大 而在肝脏的差异更大 我推测 如果把制造SW1B的基因切除 所以斑马鱼的影响 会比切除SW1A的基因来的大 所以造成了TDA的422 与421结果的不同 对于增加牛黄酸表现量 TDA的406的结果 当然可以或许做出以下这些实验 来得到更进一步的结果 首先我们只确定了 CSAD基因插入到TDA的406的基因中 但是这样这个就可以增加牛黄酸的表现量 而且影响VIAC吗 这点我们透过管位牛黄酸来印证 接着本次实验的控制组 也是采用饮食诱发斑马鱼肥胖模型 如果可以取得正常状况下的数据 也就能够比较不同的喂食模式 会造成什么样的差异 最后我们认为也可以做一组TDA的422 CDA的406的实验 试试看如果加入牛黄酸 会不会也能够挽救TDA的422 造成的不正常现象 结论 一、VRAC的必要组成蛋白 LRCAAA与LRCAAB 确实会影响斑马鱼吸收不滑糖能力 能够从体重及血糖的变化观察档 从TDA的406的实验组得知 增加牛黄酸的表现量能够有效降低 血糖与体重的增加 这次实验初步证明了VRAC 以及牛黄酸对于在肥胖环境下斑马鱼 血糖与提供的调控 有可预期的帮助 希望未来能够帮助医导宿主抗疫 糖尿病药物研究的发展 谢谢林婷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林婷的报告 那我们现在开放五分钟的问答时间 如果来宾想要提问的话 我可以直接举手就好了 好 那如果没有人要提问的话 我可以提问一下 那我们请举手的来宾先发问 好 我是台湾药理蔡风桥 我想 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题目的开始 就是会研究这个菌 说跟糖尿病有关系 那不知道有没有资料说 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 可能跟这个有关 或者是说 有发现 曾经有发现过这个菌 出现怎么样的变化以后 有造成糖尿病的报告 谢谢 应该是说我们做这个实验 是想要找一种药物 就是因为你糖尿病的时候 血糖会已经处在很高的状况下 会对心血气氛造成破坏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找到一种药物 可以让 像牛黄酸 这次实验里面 就是牛黄酸 可以让更多血糖 更多菌糖进入到气氛 可以暂时减缓 这个破坏 那请问还有来宾想要提问的吗 我们留言区有老师提问 有很多资料是在讲 说糖尿病和 我有看到几天是说 糖尿病跟这个通道有关系 就是跟这个VIA 是跟虚妄网 对的关系 好的 请问还有来宾希望提问的吗 好 那我们谢谢云庭的报告 在你刚刚报告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一篇论文 它说根据科学研究显示 种植物可以使人辛勤医院 你看看 这种肥肥胖胖有美丽的花 它的印象是好胖 那人家报告 我记得我们班有人是在种植物 爱了一点 你种植物的时候心情有愉悦吗 可是我觉得还好 怎么会这样 不管了 先来看一下我的报告吧 我们可以先为这个报告者表示 他的家里这里在装修 所以会一直有一个 很像推突击的声音 谢谢贵贵 好 这样可以 就是有看到那个 简报吗 有 有看到 好 好 希望装修声音不会太那个 我已经想办法移到 比较远的地方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在我家隔壁 好 大家好 我是二温的李怡杰 我的题目是 于阿拉伯界中 过表现大眼瞳 SSTCP10基因 观察对植株生长发育的影响 好 那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我的实验 以知TCP基因家族为 调控花朵植物生长发育的 重要调控因子 本研究以花絮沾黏法 将大眼瞳基因组 含有的SSTCP10基因 转植入模式植物阿拉伯界 过表现基因后 藉由性状观察比较 发现相较于其他性状 SSTCP10对于花朵长度 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并尝试探讨SSTCP10 在植物生长发育中 可能扮演的角色 本实验一开始设立的研究目的 为过表现SSTCP10基因后 观察对阿拉伯界珠高 生长速度 以及花朵形态的影响 接着是介绍研究背景 首先是花朵对称性 它是被子植物的演化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形状 两侧对称的花形 在传分者眼中 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不同花瓣间相异的性状发育 可以使传分者 以特定角度进入花朵中 因此大幅提升传分效率 同时建立起 与传分者的共演化关系 而研究也显示 两侧对称花形独立 在不同的演化族群中出现 种化速率较辐射对称花块 数量也较多 而TCP基因家族 是转入因子的一种 被认为参与调控DNA 转入与蛋白质之间的 交互作用 TCP基因家族的CYC 和DICH调控下游基因的表现 形成两侧对称的花形 而在金鱼草假说中 CYC的同源基因 会调控下游的RAD 抑制DIV基因的效应 因此产生两侧对称花 另外有研究透过 使阿拉伯界中 TCP-13和TCP-15基因 失去作用 造成植株矮小化 以及花朵败鱼 学姐透过大盐筒 被附测花瓣转入体 衰选差异性表现基因 挑选了SSTC-B10 这个基因作为研究目标 我们认为它除了花瓣形态 应该也参与了 蜘蛛生长调控 下一个要介绍的是 代言筒和阿拉伯界 代言筒的野生型 就是两侧对称花 研究发现 藉由操控代言筒中 SSCYC基因表现 可以达成花形的差异 因此是探讨花朵对称性调控的优良材料 而阿拉伯界则是常见的模式植物 也是本实验所选择使用的转值对象 由于基因足小 有利于基因定位和测序 生活周期短 从萌芽到种子成熟 只需要约六个星期 以及它的自花成粉机制 有助于遗传学实验 让它成为一个成功的模式植物 研究员的部分 我主要讲一下花絮沾黏法 我们将开花的野生型阿拉伯界花絮 浸泡在含有转值基因的 浓感菌载体溶液中 让细菌可以携带转值基因 进入生殖细胞 并有一定的几率 产生含有转值基因的通心核子 下面是本实验的流程图 首先在T0时 以花絮沾黏法 转折入SSTCP线基因 以及抗抗生素基因 并以35S Promoter强制基因 在阿拉伯界中表现 T1的收总 T0收总子以后 以无菌播种方式 播种在含有抗生素的 培养品中培养T1 并跳成有发芽的 在1至3寸盆继续生长 然后抽取Di 确认它的基因有被转值 成功 接着T1收种子后 就是种植T2 这里用Hermosycose T2 Zegos Test 以挑选下一代的转值株 然后收下种子后 再进行T3 这时候最后我的T3 总共种植了18颗转值株 另外也同时培养Wildtype 然后两个都是拍照观察 并记录它的性状 最后都有抽取RNA 进行RTPCI确认基因表现 接着讲我的研究结果 最后发现 其实在株高 果夹长度 以及增长部分 增长速度的部分 我没有发现太明显的差异 比较有研究方向的可能是花朵长度 我发现转值株的花朵长度 较野生形短 在比较照片后发现 花朵的部分其实相差不大 所以最后判断 应该是花瓣长度的缩短 造成的影响 而侧枝部分则另外发现 转值株的侧枝较野生行为 同时也因为测值数量较多 所以接着国家也比较多 根据上面的几个研究结果 我发展了一下几个讨论 原本其实预期能够看到比较 应该能够看到显著不同的株高 或是差异比较大的形状 但是最后算是勉强 有花朵部分 以及测值数量的观察 这里推测可能第一个 是因为转值株的子带 很容易诱发基因静默 导致越往后的子带 越难观察差异较大的形状 而我在T1及T2 没有留下足够的观察资料 以至于先前的子带 我无从去比较 那接着是性状观察比较的部分 这样的观察结果 是真的不太理想 那教能研究的花朵部分 也没有比较严重的畸形 或者是到败域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接着能比较的是 它的大小以及细部外观 那后来我再认为 觉得这里应该可以详细到 比如说解剖整朵花的构造 而花絮沾连法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SSTCP-10基因被插入的位置 会是随机的 虽然有长期动词 可以强迫基因全部表现 但也有可能因为插入位置 而导致基因表现的不同 第四点是转植株和野生型 在种植的时候 因为我的实验操作关系 我没有同时一起种植 所以它们在比较的时候 是以照片为主 而比较不是实体植物部分下举观察 所以我也可能会错过一些观察的东西 那最后是基因表现量 因为本研究只有进行RT-PCR 但是RT-PCR并没有办法代表 精确的基因表现量分析 如果要决定更精确的 可能要使用到后续 例如科PCR来做后续的实验 结论的部分 纵向对于整个实验的结论 及未来可能研究方向为 一 或表现SSTCV10基因 对于植株的株高 植株生长速度 以及果夹长度 其实没有显著的影响 但是可以发现 花瓣的长度缩短 进而使转植株的花朵长度 看起来较野生型微短 那未来可能可以应用于改变 植物的花朵形状大小等等 第三则是转植株的测枝数量 及结果的加速量 都较野生型多 也可能可以应用于改变国家 也就是种子的产率 好 这里是一些参考资料 以及最后要感谢 指导我的王军能教授 疫情学姐 还有实验室所有的学长姐们 专业的指导仪毅老师 还有一度支持我的朋友和同学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仪毅的报告 那我们现在也是开放五分钟的问答时间 举手来宾请说 举手来宾请说 举手 好 那那个就是请问一下 就是说在过量表现 这个大烟筒的SSTCP基因 在这个阿拉伯界里面 你说你只有做RTPCR而已 你没有做RTQPCR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老师是还是学姐没有叫你做RTQPCR吗 其实应该是要 其实应该是要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一些操作技术的部分 然后以及就是第一个是操作技术 那时候学生是比较没有办法带我去做QPCR 然后 对 再来就是观察结果有点不是很理想 所以那时候在处理这部分的问题 对 好 没关系 那好奇问一下 如果说做RTQPCR的话 你要Normalize一个基因的话 你会用哪一个基因呢 有没有印象 还是说老师学姐有跟你提到 是说要在另外做另一个基因的意思吗 还是 对啊 就是当做一个参考词这样子 让你来Normalize 常规划你的这个数字 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概念 在做 我应该也在做RTQPCR的时候 拿来对照的参考词是Acting2 就是阿拉伯界另外一个 就是都会强烈表现的一个基因 那个时候做RT的时候 其实是有以这个为对照 但是RT实在是没有办法很精准 OK 好 没关系 因为这个是我目前 我们在验证那个COVID-19 那个CTE 那个Srace Hall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技术 有点可惜 没有在那边把它学起来 不然你就对CT值方面的话 就能够更多的了解 好 那我第二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因为你都提到的是一个 over-expression 的一个带烟筒的这个基因 对于在阿拉伯界的一个 生长的这个影响 那好像在你的报告里面 我是没有听到说有一些 knock out 还是knock down 这个SSTCP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影响 到底是如何 因为你知道讲over-expression 那如果是说knock out 把这个基因拿掉 还是说knock down的话 把这个基因的表现量下降的话 那不晓得对于生长 还是花絮啊 等等 不晓得 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报告呢 在其他的研究论文里面 他们不是 因为我这个是把大烟筒的SSTCP 转到阿拉伯界上面 然后其他的有研究报告 是把阿拉伯界自己 含有的TCP的 在阿拉伯界上是TCP-14 跟TCP-15 那有其他研究报告是把那两个基因 我记得是静默 然后就变成它最后会变成是 植株变得非常矮小 然后花朵败玉 有这样的报告 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是 我用的是大烟筒的基因 但是它算是同源 就是都是TCP这个家族 对啊 因为可能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说在大烟筒的这个基因 也特别是它是一个transcretion factor 那transcretion factor的话 在不同的植物之间 差异性可能都还是相依性 可能不是那么的保守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存在 好 问题到这边 谢谢你 好 好 你要回答什么吗 因为那个 就是之所以会转 直到阿拉伯界 第一个是就是 比较好操作 然后相较与大眼同意 比较好养这样 然后阿拉伯界也是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植物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 就是变成是把它转到 阿拉伯界上面一样 而不是直接用大眼头 OK 好了解 好 谢谢 好 谢谢教授 谢谢影链教授的提问 那我们也谢谢怡杰的报告 那我先停止功用了 大家都知道种花需要土 土里有细菌 细菌会打架 怎么打 像是三国演义里面演的那样打吗 还是派间谍偷偷潜入对方阵影 你电影实在看太多了 让我们召唤北市科展代表 芝蓉同学 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来用我的专题 说一个关于细菌打架的故事吧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有年文班的林芝蓉 我的研究主题是探讨牙包杆菌FZB42 对于马铃薯创加病菌解抗作用的分子机制 首先植物病原菌是造成台湾农业损害的一大威胁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更受到重视 生物防治也显得更加重要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要找出 牙包杆菌FZB42中 控制对于马铃薯创加病菌解抗作用的基因序列 并对植物病原菌的生物防治领域有所贡献 本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进行转型作用 必用跳钥子TNYLB之一 随机插入FZB42的基因体中 破坏基因的表现能力 接着进行氯子片扩散实验以及盆栽试验 分析比较各个FZB42突变株 对于马铃薯创加病菌解抗作用的变化 再来以反向聚合媒联锁反应 IPCR确认跳钥子插入所破坏的基因序列 并以南方默点法来再次确认所破坏的基因 确实是TNYLB之一插入所导致 以下分别叙述这五个步骤的实验方法和分子机制 在转型作用中 以质体PMIRA作为跳钥子TNYLB 进到FZB42菌体内的载体 首先以具有质体PMIRA的大肠杆菌 和FZB42进行共培养产生结合作用 并以胶体电容检测跳钥子 以及质体PMIRA上的抗予分析性基因片段 筛选出具有质体PMIRA的菌株 有电容图中可以看到编号C23561011是具有条带的 表示质体PMIRA有顺利进到FZB42的菌体内 接着经过28度C使跳钥子插入 以及50度C使质体剔除之后 再次以胶体电容检测跳钥子以及质体PMIRA上的 抗予滤分析性基因片段 筛选出其中具有跳钥子片段 而不具有抗予滤分析性基因片段的菌株 由图中可以看到TN1、5、7、9、11是符合条件的 可以进行接下来的实验 接着进行滤脂片扩散实验 将马铃薯冲加病菌的菌液突翻于YME固态培养基上 并在两个滤脂片上分别滴加二次水和FZB42的菌液 观察比较野生株和突变株的抑制圈大小 有左侧的统计图和右侧的实验照片可以得知 各个突变株相较于野生株 抑制圈大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表示结康效果有一定的降低 可以判断为各个突变株中 受到跳跃子插入所破坏的基因序列 和对于马铃薯冲加病菌的结康作用 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再来为了确认FZB42野生株和突变株的结康效果差异 进行了盆栽试验 首先进行马铃薯的盆栽种植 再接种病原菌并且持续浇灌FZB42的结康菌异 最后以右侧的对照图分析马铃薯离病的情况 有左侧的统计图和右侧的实验照片可以得知 软病马铃薯在浇灌FZB42各图变株的处理中 离病度相较于浇灌野生株的组别都比较高 可以再试验证各个图变株的结康效果 相较于野生株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其中又以TN7、9、11的结康效果下降程度最为明显 接着将各个图变株的基因体 进行反向聚合酶连锁反映IPCR 首先以限制Matexα1进行基因体的随机切割 右侧的电容图呈现基因体切割后的结果 可以看到产物大小呈现连续且分散的分布 表示各个图变株的基因体有成功被随机切割 再使DNA进行自我粘合 并以和跳钥子TNYLB之一配对的影子队来进行反向PCR 此时具有跳钥子的片段会有跳钥子向外复制延伸 形成跳钥子在两端的片段 而不具有跳钥子的片段 则没有办法和影子对联合 无法产生产物 右侧的电容图是IPCR的交体电容结果 有图中可以看到各个图变株都只有在相近的位置 具有一个清晰的条带 可以判断为每个图变株中都只有一个被跳钥子 所插入的位置 进行资料库比对后 各个图变株的结果恰好都相同 都和这两个基因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左图所显示的基因 是一个可以产生蛋白质LOA protein 来促进Defisiting基因素产生抗细菌物质的基因 而右侧的这个基因是一个可以借由光遗传学控制 来调节FDB42菌体本身生长代谢的基因 由于本研究的目标是要探讨FDB42结抗病原细菌的机制 因此左图的抗细菌基因会更为契合本研究的目的 最后以南方默点法来标记出各个图变株中 跳要子TNYLB之一的片段 由右侧的图中可以得知 各个图变株大致都在相同的位置 具有一个条带 这个结果除了可以证明 各个图变株的基因体中确实有跳要子的插入之外 也可以和上个步骤中 各个图变株的结果恰好都相同的这个现象 进行互相验证 接着进行研究结果的讨论 首先在跳要子插入的部分 我原先预期跳要子会随机插入FDB42的基因体中 因此各个图变株被插入的基因应该都不尽相同 但在实际定序之后 各个群株的结果却是恰好相同 不符合我原本的预期 针对这个现象进行文献探讨之后 得知跳要子插入的机制中 因为序列的同源性而有热点Housebox的存在 这些位点有更高的几率被插入 另外本研究是利用跳要子随机插入来破坏基因的表现能力 但也因为只有单一位点被插入 可能只会破坏基因的部分表现能力 因此结康效果的下降幅度有限 可能造成结果不明显而不易判读的现象 最后本研究借由太要子TNYLB-1插入的机制 证实一个可以产生蛋白质LOA protein 来促进Defisiting基因出产生抗细菌物质的基因 对于马铃薯创加病菌解抗马铃 对于牙包杆菌FDB-42解抗马铃薯创加病菌的分子机制 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关联 未来可以继续进行特定基因的提出 将本研究定序出的基因处完全提出 来确认这个基因和对于马铃薯创加病菌的解抗作用 具有相关性 让本研究的结果更加完备 也希望未来能够将本研究的结果应用于 研发出抗植物病害的新药 为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领域做出贡献 这些是本研究所用到的一些参考资料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芝蓉的报告 那我们在此也是开放五分钟的问答时间 好 那如果没有人要发问的话就换我发问咯 所以在实验报告里面 你说你用限制煤来做了记忆体的随机切割 那这个切割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可能不小心切割到跳跃指的片段 把同一个跳跃指分到不同的片段上呢 关于这个部分我先补充一下这个步骤随机切割基因体的原理好了 就是在这个部分 因为我使用的限制煤TACα1 其实它也有它会固定切割的序列位置 但是因为FZB42的基因体上有很多位置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就控制限制煤切割的时间 让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切割到FZB42基因体上 所有具有这个切位的位置 所以它就只能随机切割其中的几个切位 也就形成了这边所说的随机切割的状况 现在再回到同学的提问 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限制煤TACα1 还是有它会固定切割的位置 而跳跃指的片段是不具有这个切位的 所以理论上它是不会被切割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就不会发生 同一个跳跃指被切割开来 而分开到两个不同的基因片段上的这个状况 所以切割之后的基因片段 也就只会分成具有完整跳跃指片段 还有完全不具有参要子片段的这两种情况 好的 了解了 感谢志荣的回答 那我们就谢谢志荣的报告 讲到环状你会想到什么? Crispy Cream的甜甜圈 那如果是彩色的环状你会想到什么? 彩虹乳酪蛋糕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 确实有点 正在吃下午茶前 让我们来看看彩虹乳酪蛋糕在视觉方面的应用 大家好 我是黄芷仙 我是余晨颖 我们的研究主题是以色彩区变派点探讨一下 环状诱导色彩初觉中的同化与异化效果 人类对目标图像的色彩感知容易随着图像背景的形状、亮度及颜色而有所改变 如果以右边的图片来说 上面的目标环看起来比较橘 下面的则比较粉 但其实它们是相同的颜色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周围的环会对目标环造成同化或异化的效果 我们对这样的现象非常感兴趣 因此在研究中假设 神经间的兴奋及抑制作用是造成此现象的原因 经由研究 我们希望可以知道色彩错觉如何影响人们的色彩感知 并了解色彩错觉背后的神经机制为何 在研究中我们使用了这样的环状刺激 中间淡绿色的称为目标环 相邻粉红色的是静环 再来绿色的是远环 在诱导环中 我们又使用了红绿 两种不同颜色的色彩基础 搭配六种色彩基础强度 以及九种不同组合的诱导环 共计有108种情形 这里的红红绿绿 代表近环与远环是相同颜色 这两个组合是为了确定色彩错觉的确和神经交互作用有关 而不是由生理上的缺陷造成 因此不会被我们纳入结果的部分 右下角的灰灰 代表近环和远环都是灰色 其实就是跟背景相同的色彩 它也就是我们实验中的对照组 再来我们收了四位受试者来测量他们的视觉预线 在实验过程中 受试者会被要求分辨两张图片中 哪一个目标环比较红或比较绿 如果第一组图片是左边这两张的话 我们其实很难分辨哪一个目标环比较红 很容易答错 这时实验程式会依据PSI演算法 调整可变性目标的橙色 使下一组图片变成右边的这两张 在这组图中 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左边的目标环比较红 每种情形进入40次的图片组合后 我们可以估计目标环在哪一个亮度下 受试者有75%的几率会答对 这样的亮度就称为视觉预线 最后进入到模型里合的阶段 我们选择了像这样的正规化模型 来决定视觉色彩错觉背后的神经机制 模型包含了位于大脑初级视觉皮质的线性滤波器 来自目标细胞的兴奋讯号 周围细胞的抑制讯号 位于相邻细胞模组之间的测交互作用 以及描述细胞反应的反应函数 其实模型的种类可以分为很多种 也就是说近环和远环可以分别是可加性相成性 或可加性且相成性 所谓最普通的模型全模型是近环和远环 皆为可加性且相成性 但因为这样的模型很复杂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比较简化的模型 称为缩减模型 因此我们要先决定什么样的缩减模型可以成功拟合 依据先前的文献可以知道 双环皆为可加性且相成性的模型可以成功拟合 所以我们将各种缩减模型带入统计检定F-Test 最后得出近环可加性 远环可加性且相成性这样的简化模型 可以成功作为正规化模型 这样的模型也代表着 涵盖目标环和近环共两个环的光线接收区 会造成细胞模组内的交互作用 而仅涵盖远环一个环的接收区 则会造成细胞模组间的交互作用 而这样的正规化模型的变异解释量有84%到90% 透过统计检定的结果 我们发现在色彩错觉诱导的情形下 细胞反应函数为此 这里的AE与AI代表了可加性的测交互作用 而ME与MI则代表了相成性的测交互作用 由于近环R1并没有相成性的效果 因此它在ME与MI中的权重为0 找到了适当的正规化模型后 我们便开始了模型拟合的步骤 拟合的结果是以目标预限相对基础对比函数的形式来表达 图中的绿色基础代表目标环状区域它实际上是绿色的 而横轴则代表了这个绿色有多么的强 那正轴代表的则是视觉预先 图中的资料点是我们与实验中实际测量到的受视者视觉预先 而图中的曲线则是模型的预测结果 我们将右导条文依它们所造成的错觉效果来划分 左边的右导条文会让目标环状区域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绿 而右边则是更红 透过这些对比函数 我们希望可以了解在哪些诱导情形下 视觉预先会大幅的上升呈现遮蔽的效果 这意味着神经间产生了抑制性的作用 而又在哪些情况下 视觉预先会大幅的下降呈现增进的效果 这意味着神经间产生了兴奋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呈现了一位受视者完整的结果 透过这些对比函数 我们希望可以了解不同诱导情形下增进以及遮蔽的发生 举例来说我们看见红色基础配上红灰诱导条文时 视觉预先会大幅的下降呈现增进的效果 然而当绿色基础配上红灰诱导条文时 视觉预先反而大幅的上升呈现遮蔽的效果 当我们认真观察其他图形 我们也可以同样看见增进以及周壁的发生 另外要记得的是 这里我们呈现的仅是一位受视者的结果 而本实验总共招募了四位受视者 在统整的所有数据后 我们发现当红色基础配上红绿红灰灰绿 以及绿色基础配上绿红绿灰灰灰红的诱导情形下 视觉预先会大幅的下降呈现增进的效果 另外当红色基础配上绿红绿灰灰灰红以及绿色基础配上 红绿灰灰灰绿的诱导情形下 视觉预先反而会大幅的上升呈现遮蔽的结果 有了这些结果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得不同的诱导环 究竟会对目标环产生同化还是异化的效果 举例来说我们已经发现了 红色基础配上绿灰诱导条文时视觉预先会大幅的上升 这意味着绿灰诱导条文会让目标环状区域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红 而由此我们便可推得远环会对目标环状区域产生异化的效果 当我们将同样的想法套用到其他结果上时 我们也可以发现原来静环会产生同化的效果 另外透过增进以及遮蔽的作用 我们也了解了原来同化和异化的效果 确实是由神经间兴奋及抑制的作用所造成 总结来说本实验发现静环对目标环状区域会产生同化的效果 举例而言如果静环是红色的 那它会让目标环状区域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红 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同化 另外我们也发现远环会对目标环状区域产生异化的效果 举例来说如果远环是绿色的 但它同样也会让目标环状区域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红 因为绿色的相反便也是红色 而这就是所谓的异化 在神经测交互作用方面 我们发现静环所造成的测交互作用是可加性 远环则是可加性且相成性 在未来我们希望将本研究对于神经测交互作用的发现 应用在人工智慧上 让人工智慧的神经网路更加完备 并帮助他们可以和人类一般看见色彩错觉 另外我们也希望将本研究对于同化和异化效果的发现 应用在影像设计中 帮助影像设计师们可以更容易操纵以及预测色彩错觉的呈现 以上是我们的实验介绍 谢谢聆听 谢谢子贤和陈寅的报告 那接下来我们开放五分钟的问答时间 那我来问一下 那这个研究在应用上没有什么局限 我们研究一个还蛮算是还蛮大的局限是 我们只研究了这一种特定的色彩错觉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色彩错觉有就是各种 所以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我们这里发现结果 是不是可以广泛应用到所有的色彩错觉上 还是只是用某些特定的色彩错觉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局限 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再更精进的部分 还有人要问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听完了我们国际客展一等奖的报告 接下来 现在温班选手已经跑到接力区范围内 准备交棒给两班选手了 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让我们中场休息五分钟去吃个下午茶肉 大家好我们是下半场的主持人 我是二年两班旅易景 我是二年两班石子函 欢迎各位回到圣专城发会议室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下半场的分享吧 你有去过安平古堡吗 当然有啊 我妈家就在她隔壁呢 安平是我的好邻居 那你知道安平附近最近出现了一个病毒魔人 致力于提升线相关病毒感染细胞的效力吗 啊这么可怕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可怕什么啊 你感谢她都来不及了 你知道线相关病毒的远亲也就是线病毒 与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现在为对抗新冠病毒所生产的疫苗 有一些就是用处理过的病毒做载体 使人体细胞产生免疫反应呢 哇这么神奇哦 真想见一见这位病毒大师 不用等了 我现在就把她请出来 向你介绍她的研究到底在做些什么吧 让我们欢迎李彦珍 呃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我是二年两半李彦珍 我今天要 呃 我的专业题目是 增强自然杀手细胞中 线相关病毒转导效率之研究 那首先是摘要的部分 本研究分别透过 比较不同细胞株 不同细胞株的 线相关病毒受体 点称AAVR 在细胞中的表现量 以及基因剔除 细胞中的AAVR基因之后 进一步感染AAV 发现病毒的感染效率 与细胞表面中的AAVR表现量 成正相关 而之后我们又在 NK92细胞基 PrimarNK细胞中 过表现AAVR 发现在PrimarNK细胞中 即使产生了AAVR 依然无法提高它的感染效率 在文献中 我们发现 钙离子熬合剂 BAPTAM 会提升细胞感染AAV的效率 但是呢 我们的实验结果却发现 BAPTAM 的效果在NK92细胞中 并不显著 而且细胞的存活率也会受到影响 推测细胞内有其他机制 会影响AAV对细胞的感染效率 接下来是研究目的 总共有四点 第一点跟第二点分别是探讨 精英剔除AAVR基因的Hila细胞 以及NK92细胞 后感染AAV的效率 第三点是探讨过表现AAVR基因的PrimarNK细胞 它感染AAV的效率 以及最后是探讨添添加了BAPTAM的NK92细胞 感染AAV的效率 研究过程与方法 首先是AAV纯化的部分 我们纯化是利用转染病毒的细胞 让病毒在细胞中持续增长之后 再利用离性的方式将AAV纯化出来 并保存起来供后续的实验使用 接下来是细胞培养 首先我们会先将细胞全数收集 然后计算需要的细胞数量之后 再重回培养盘 接着添加细胞培养椅后 再范围细胞培养 想让细胞继续生长 好 接下来是精英剔除及过表现AAVR部分 那我们是利用电转的方式 那我们会在电转前先准备好 要送进细胞的基因剪导 还有AAVR基因 然后将它跟细胞混在一起之后 就放入专门的仪器里面 让它进行电转 之后将细胞取出 然后放在细胞培养盘上面 然后继续培养三天 之后会再上流氏细胞仪观察 AAVR对于细胞的影响 最后是NK92细胞加入BAPTEM 并感染AAV 那首先我们会先将NK92细胞先离心取出来 然后用细胞培养E再回容 之后再加入BAPTEM AM 让它去进入细胞 去影响它的 就是让它进入细胞 之后再放入细胞培养箱 培养30分钟 之后再次理性将NK92细胞取出 然后再次感染AAV 然后接着感染之后再放入培养箱 继续培养两天 之后一样上流氏细胞以观察 加入BAPTEM AM之后的NK92细胞 是否会影响AAV的感染效率 那接下来是研究的结果 那首先呢 这个是各种细胞感染AAV6的结果 那因为我们发现AAV6 是在所有线相关病毒中 对免疫细胞最好的病毒载体 因此本研究的所有实验使用的AAV 都是用AAV6来进行 而从图一呢可以看出 HILA细胞及N293D的细胞感染率 都在90%以上 而其他细胞的感染率 则相对的非常低 然后也可以发现 很明显的发现 Permanent NK细胞 它的感染率几乎是0 可知它的AAV感染效果非常的不好 好 接下来是基因剔除AAVR的结果 那从图二以及图三可以看出 经过基因剔除处理的HILA细胞 及NK92细胞 它们对于AAV的感染率 就有明显的下降 因此初步推测 AAVR和细胞感染AAV有正相关 好 接下来是 在Permanent NK细胞中 过表现AAVR的结果 如图四我们可以发现 在过表现AAVR前 跟过表现之后 Permanent NK细胞 它们感染AAV的效率 并不明显 然后可以知道 免疫细胞 对于AAV的感染效率 主因并非是AAVR 可能是其他因素所导致 最后一个是 NK92细胞添加BAPTA AM的结果 而图五中我们可以看出 高的BAPTA AM 是最右边的两个 可以对比出来 当BAPTA AM的浓度较高的时候 细胞的存活率会下降 但是呢 BAPTA AM浓度较高的时候 它却会使细胞的AAV感染率上升 接下来是讨论结论 那根据文献我们知道了 AAVR对于细胞感染AAV 是有所帮助的 而我们的实验结果也显示 在Hila细胞293T 以及Jocke细胞中 AAVR都可以提升 它们的感染效率 但是呢 在NK92 以及Permanent NK等免疫细胞中 过表现AAVR 却没有增加它们的感染效率 而有关BAPTA AM的实验 从NK92的系列结果可以看出 浓度较高的BAPTA AM 确实可以让细胞感染AAV的效率增加 但是呢 细胞的存活率却会大幅下降 因此可见BAPTA AM 并不适合用在增加免疫细胞的AAV感染率 而未来我们也可以尝试用 蛋白酶抑制剂去探讨AAV是否会 是否因为进入细胞后被降解 而无法成功感染染染疫细胞 好 接下来是参考资料与止血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感谢验珍的分享 那请问在场的来宾有人想要发问的吗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开始设计实验的时候 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要用这个BAPTA 就BAPTA AM来增加那个感染的效率 就是在设计的时候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在阅读那个相关的文献的时候 有发现就是前任已经有研究出来 BAPTA AM这个药剂呢 它会影响细胞的感染AAV的效率 那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BATTM进入了细胞之后呢 它会调节细胞中的钙离子浓度 然后呢 会 就是会有一些路径影响 AAV进入细胞后 它到底能不能就是成功感染到细胞的基因 因为这个药的结果应该是会 看细胞质里面有钙子 它就把它抓掉 所以好像按值是说 这个细胞质里面钙子太多 可能会阻碍病毒成功的感染 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蔡峰乔教授的提问 请问还有来宾要向李艳珍提出问题的吗 那我们就谢谢李艳珍的分享 感谢病毒大师的分享 让我对疫苗的研发又多了一丝希望了 要说回来 你去打过疫苗了吗 还没耶 但是偷偷告诉你吧 我手臂被打针的地方有一块灰色胎径 每次呼吸要打针都是打在那个地方 很特别吧 哇 我从来都不知道台积还可以是灰色的啊 就是因为这独一无二的标记 才能凸显我与众不同的特质啊 少臭美了啊 正是因为这个醒目的标记 要追上你的人就更容易描准目标啦 呸呸呸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话不能乱说啊 诶 你不知道吗 最近北一出现了两个心狠手辣的独流猎人 他们总是喜欢在执席任务之前 先标记好猎物标新利益的特点 然后就手起到人头落地 那你行星号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 我躲这点就是 诶 我什么都没说 你就自己承认自己是独流啦 你 你 好吧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 让他们来介绍一下吧 让我们欢迎丁丽和黄晓恩 呃 各位老师 呃 这样有 这样有显示吗 呃 有 有 这样有 好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的研究主题是 二指症生物标记在癌症精准治疗之相关应用 我是二良的丁丽 我是二连良班 黄晓恩 二指症是经常伴随癌症晚期出现的疾病之一 症状包含肌肉流失或骨骼肌质量下降 脂肪组织减少等等 最常见于晚期癌症 据估计会影响约80%的晚期癌症患者 但是 除癌症外 因为其他疾病亦可能导致新陈代谢下降和体内发生不良变化 导致目前对于二指症的确切机制了解不多 因此 本研究先从NCBI选定资料库进行分析 再参考先前研究 期望寻找具有潜力的生物标记 最终 鉴定结果S100A9作为生物标记候选蛋白 希望借由实验 验证其是否具备成为二指症生物标记的潜力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研究目的以及研究问题 我们的研究目的分为三项 第一个为分析线上的资料库筛选至具有潜力之二指症生物标记 第二个为对于筛选处之生物标记以西方物点发进行验证 第三个为分析探讨数定至基因是否能做生物标记 这就是我们的流程 首先我们会先阅读 透过阅读文献 分析二指症目前已知的途径 以及已知的生物标记 其中包括了TNF 干扰素 阿玛以及白芥素 6 接着我们分析 接着我们透过我们的文献上NCBL搜寻资料库 接着在资料库中筛选出合适的基因 作为具有潜力的生物标记 接着我们选定了S119蛋白作为我们的实验目标 好 我们再以西方木链法加以验证习是否真的能验证我们的假象 作为二指症的生物标记 接下来是我们选取的三个资料库的简介 第一个资料库为分析二指症一线导管腺癌患者中的 负质肌肉膜肌组织比较明显的肌纤维损伤 还有肌纤维化的组织置患 以及其肌纤维中的基因表现量以及其存活率的关联 第二个资料库是对二指症癌症患者 以及健康对照组的腹部内以及皮下脂肪 进行全部基因的表现量分析 会选取此资料库是因为在先前看到的文献 多次以二指症患者肌肉组织进行分析 此资料库是以脂肪组织的角度进行分析 因此我们选用了此资料库来进行不一样的探讨 最后一个是一线导管腺癌的二指症 由于一线导管腺癌的二指症具有高度的发病率 因此我们选用了这个模型 此文献是在探讨现有的PDA小鼠模型 并将以改良以及提供更精准的小鼠模型 接下来要看的是S100A9的讯息传递路径 S100A9会参与免疫反应及发炎调控 可作为TLR4路径的配体活化下游造成发炎反应 TOLAC receptors也就是TLRS在每一反应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S100A9在与TLR家族中的TLR4结合后 经由MYD88路径火化IRAK4并激活IRAK1 IRAK1在自动磷酸化后释放 会与帆速连接酶TRLF6相关 进而促进K63的连锁帆速化并激活TAK1 TAK1会导致IKK复合物也就是NF-KαB途径被激活 IKK复合物使NF-KαB的抑制蛋白I-KαBα0酸化 由于NF-KαB会因I-KαBα异味而进入细胞核 又导促盐基因的表达 因此在本实验中 理论上NF-KαB的表现量不会增加 而促盐基因Phosphor-P65 Atrogen-1及MURF-1的表现量会上升 接下来是我们选用S100A9作为目标蛋白后的流程 第一个我们将已分化后的少数鸡胞添加S100A9蛋白配合24小时后采收 接着进行BCA定量 接下来就是交替电容 在蛋白质Loading完之后进行Transfer 将我们的蛋白质样本Transfer到Member上 接着对Member进行蓝色以确定有蛋白质的位置 接下来就是进行西方默点化 在冷光拍照后 并用Image-J定量的结果 以下为我们的实验结果 在图位中 我们可以看到NF-KαB的结果虽略有差异 但大致上不变符合我们的预想情形 而图BC株分别代表的Phosphor-P65 Atrogen-1及MIRF-1表现量皆上升 亦符合预想情形 而在分析实验结果上 我们计算了以下四个实验的P值 发现皆大于0.5 表示差异并不明显 关于这个问题 推断可能是由于实验次数不够多 或者细胞寄带次数过多而导致 若未来有机会 会继续寻找参考文献理清 或再透过其他方式做进一步的验证 接下来是我们的讨论 讨论分为下列三点 第一 NF-KαB的移植蛋白 会由于IKK负合物被活化 导致NF-KαB的表现量 不会随着SE819上升 而在下游的 NF-KαB H191 由于NF-KαB 进入细胞核 有时期 表现量有明显的提升 而NF-KαB 结果确实 符合原先预想的表现 不变成情况 因此我们了解 NF-KαB 一支蛋白 确实被活化 而建议NF-KαB的表现量 最后一点为分析实验结果 是我们将P值计算 后分别得知 四实验的P值 皆没有到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 可以了解 实验走向虽然符合预期 但是结果差异并不明显 结论分成以下几点 包含NF-KαB 成功被抑制 另外三个基因表现量上升 以及实验差异不明显 但大致符合预期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 我们能够初步判断S-100A9 确实具备成为二指症生物标记的潜力 那么关于此实验的后续研究 则可以考虑将受众分群 例如S-100A9在男女比例是否有所差异 或年龄是否也会对表现量造成影响等等 透过大数据分析其他资料库也可以更加完善 关于S-100A9和二指症之间的关联性 期盼能够对整体的运作机制有更多的了解 未来也希望S-100A9能够实际上作为二指症的生物标记 搭配其他已知基因 使精准医疗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我们要进行制泄 感谢我们的周率评教授及微量蛋白R941研究室的所有的学长界 能够教导我们一切关于实验的方法 同时在遇到问题时能够给我们帮助 也感谢深专的指导老师许一一老师能够帮我们盯着进度 然后帮我们解决问题 使实验能够继续顺利进行 同时也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的家人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让我们在实验的时候 可以更顺利的进行下去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 感谢丁丽和小恩的报告 那么请问各位来宾有人想要发问的吗 那个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刚刚结果的图片里面有提到说最后测出来的P值都是没有显著差异 然后可能的原因可能是替代次数过多和实验次数太少 那我想请问为什么基带次数过多会导致那种Seneficant的结果 因为我们在加药下去的时候是在第一代细胞的时候就加下去 那如果说细胞持续基带培永过多的话 可能会被代谢或者是药效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也会造成我们的结果差异不明显 了解 谢谢 感谢这位同学的提问 那请问还有其他人想要提问吗 那没有人要提问的话 那就我们的报告就继续进行下去了 刚才他们说的话你可都听仔细了 当然当然说实在的吧 我其实是个挺含蓄的人 将自己曝露在危险之中只有傻子才会做你说是不是啊 哎呀就不知道是谁哈 傻傻的总是忘记带钥匙 有一次啊碰到家里没人 还添冰的去找索将呢 门打不开当然是去找索将啊 我这不是对症下药吗 哦对了多亏前几次的经验 我还真认识一个很厉害的索将 而且他就在我们学校里 最厉害的是他除了可以做开门的钥匙 还可以做人体细胞的钥匙 人体细胞的钥匙 你是不是科幻小说看到梦了啊 说是什么天方烈坛啊 有本事你叫过来演示给我看一遍呢 哎我是认真的啦 我现在就把他请过来让你开开眼界 让我们欢迎陈医生 那大家好我是二两的陈医轩 那么我的研究主题是利用分子对接技术筛选出可抑制神经母细胞 细胞瘤中M-CN2-7复合体质潜力药物 那么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很常见的儿童癌症 那它可以借由指断年龄 疾病奇数以及密克恩基因有无增幅的因素 然后把患者分成三种类群 其中等经母细胞瘤的高危险群患者 由于专家发现其长期的存活率不到五成 所以说目前发现新的治疗方式以及药物是很重要的 那密克恩基因这个基因的突变 与多个癌症的育后不良有关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神经母细胞瘤 而先前的文献表示 密克恩基因具有调控下由MCN基因家族表现的能力 而MCN家族无论是低表现或者是过度表现 都与神经母细胞瘤的生长有着高度相关 因此我们就选择更有可能直接影响 患者愈后的MCN基因家族 以及基因常物MCN2-7复合体 作为治疗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标的 寻找抑制性治疗药物 那么这篇这张图是MCN2-7复合体的结构图 那可以看到它是由六个蛋白质所构成的 分别是MCN2-MCN3-MCN7蛋白 那么这个复合体 它是在DNA复制时发挥解构选媒的功能 那么要寻找抑制性的治疗药物 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分子对接技术 分子对接它是利用软体以及演算法去预测配体 也就是药物与受体 也就是MCN2-7复合体间是否能产生相互作用 以及它们之间的最佳结合模式为合 那么分子对接软体 它在每次进行完对接后 它的结果输出方式是这样的 首先它会去计算配体与受体之间的结合能大小 接着再以评分函数进行评分 然后会输出一个值 叫做Affinity score 那么如果Affinity score也越小的话 这代表这个药物与受体之间 它的抑制力与亲和性有越高 所以这边是我的研究目的 利用分子对接技术从健保用物中 筛选出对神经母系统流内 MCN2-7复合体具有高一致性的潜力药物 这边是我的研究流程图 第一个步骤是要获取药物 以及蛋白质的结构档 药物的结构档是从 Cupcam以及Campspider这两个网站中取得 蛋白质结构是从 ProteinZetabank取得 第二个步骤是进行结构档的预处理 以及调整对接的空间参数 使用的软体是OpenRevel以及AutoDuckTools 再来使用Puty连接Linux主机 然后开启AutoDuckLinux这个软体 进行分子对接 最后进行完对接后 我们会使用PyMode以及Linux 这样的软体 去绘制分子对接的模拟图 然后不能忘记要去记录 该用物的Affinity score值 所以这边这是我的研究结果 因为简报篇幅限制的关系 所以我就挑选了三个Affinity score 最小的药物 作为本次的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一 这一个药物是在所有药物中 Affinity score最小的一个药物 那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癌克育 然后它现今主要是用于治疗 大肠癌以及小细胞瘤癌 那么这两张图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 左边这张是利用PyMode 所绘制的3D结构图 右边这张是用Leg Plus 所画的2D结构分析图 然后看到左边这张 左边这张橘色的部分 这是MCN2-7复合体中的MCN2蛋白 紫色部分是MCN7蛋白 绿色部分是药物 然后看到这张 可以发现药物和MCN2-7复合体的连接位置 是在MCN7蛋白及MCN2蛋白之间 而从这张图也可以发现 药物它会以轻件的方式 去和MCN7与MCN2上面的氨基酸残基进行连接 接下来看到右边这张图 一样可以看到绿色这个是氢件 它一样就是从平面的方式来看 可以观察到它会用氢件的方式去连接 MCN2-MCN7上面的氨基酸残基 另外它与MCN2-MCN7蛋白间 也有输水作用力的产生 这个红色的浮状物是输水作用力的代表 代表图示 就结果二 这个蛋白 这个药物叫做橙皮素 那么它是Aphenidysporal第二小的药物 那么它现在作为药物的治疗效果是 主要是用来抗发炎以及抗气喘和止痛的效果 一样可以看到它与MCN2-MCN7 连接的位置是在MCN2与MCN7蛋白之间 因为它使用拍膜画素的结构图太复杂 所以这边没有放 另外看到Liqplot分析图 一样可以看到 它有以氢件去连接MCN2-MCN7的 和基酸残基 另外和MCN2-MCN7的蛋白间 也有输水作用力的产生 形成更稳固的连接 研究结果三 这个药物我并没有找到它的中文名字 而它目前是用来治疗偏头痛的一种药物 一样可以看到 它与MCN2-MCN7复合体的连接位置 是在MCN2-MCN7的蛋白之间 一样有氢件连接 连接氨基酸残基 与MCN2-MCN7蛋白间 也有输水作用力 使它与MCN2-MCN7蛋白间 有更稳固的连接 所以这是我的结论 我的研究使用健保药物 筛选对MCN2-MCN7复合体 最高抑制的潜力药物 目前发现癌克律这个药物 对MCN2-MCN7复合体的抑制模型最高 因为它的Affinity score最小 由于这项研究是以电脑目的计算进行的 所以追踪结果 日后会经过进一步的细胞实验 与动物实验加以证实 这边是我的参考文献 那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陈宇轩的报告 那么请问各位来宾有人想要提问的吗 请蔡光达叫下来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开麦克风 我没有要提问 但我又刚好看到你 你那个Erenautic那张slider 那个字听错了 那个I打到U 那是因为打字的时候 刚好I在U的旁边 对 多嘴这一句 好 谢谢 感谢教授的提醒 那有其他人想要发问的吗 没有的话那就感谢陈以轩 哎不是我在说 但是身边有五花八门的奇葩朋友 自己圈内真本事也是行不通的啦 不瞒各位 其实我和他都是一名海客 哎你确定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些年来 我已经受够忍心吞吞的过日子了 如今 我已经成功骇进你们所有人的细胞系统 掌握了暗中控制细胞生死的关键人物 好吧 今天我们新写来潮 决定将这个关键的秘密公主于世 就请各位与我们一同揭开细胞营运的系统内幕吧 各位教授老师同学及来宾好 我们的研究主题是探讨 立线体如何参与调控细胞内钙离子讯息传递 首先是简介的部分 钙池调控钙离子内流 也就是英文所写的sauce 是非兴奋细胞最主要的钙离子通道 内直网是细胞内最主要的钙离子储存库 当内直网缺乏钙离子时 称赞膜上的钙离子感测器 Steam1会改变构寻 与细胞模上的Ori1结合而形成sauce 使钙离子可以流入细胞并补充 内直网中缺乏的钙离子 钙离子对细胞的生理调节有非常多的功用 对立线体来说 钙离子可以调节其产能效率 及间接影响细胞凋亡的机制发生 因此立线体内的钙离子需受到严格的调控 立线体具备许多钙离子的通道 其中MCU就是最主要的一种 然而MCU对于钙离子的氢和力极弱 所以立线体只能在钙离子浓度中 立线体只能在钙离子浓度高的环境中摄取钙离子 而内直网对其而言便是最佳的钙离子来源 研究显示 平均有5-20%的立线体外膜 会透过MFM2和PDZDX等的联剂蛋白与内直网相连 以提高钙离子获取钙离子的效率 此外多项研究表明 立线体可能会参与调控SOS的活性 因此我们假设当SOS被开启时 立线体可能会透过联剂蛋白移动到SOS复合体的附近 并且摄取钙离子 以调节SOS的活性和细胞中钙离子的浓度 我们的研究使用的细胞是HEC-293T 它是源自于人类胚胎胜细胞系 为了探讨立线体在SOS开启时的分布状态和钙离子的动态 我们在稳定表现立线体钙离子指示剂的细胞株中 分别转染了OR1YFP和YFT-STIN-1 接着我们使用供物胶显微剂 来拍摄活体细胞影像 我们利用TG来抑制内脂网获取钙离子的通道Circa 并使内脂网的钙离子流失以开启SOS 最后我们利用MATLAB程式来分析实验结果 首先我们观察 当内脂网缺乏钙离子导致SOS开启时 立线体是否会移动到SOS发生处 起初我们转染GFP Mapper来标记内脂网细胞模复合体 并将此作为SOS发生的位置 同时也转染MITO-MCHERRY和MCHERRY-STIN-1来观察 然后我们发现 同时转染GFP Mapper和MCHERRY-STIN-1的 已作为阳性对照组的细胞 加入提局后 两种荧光性讯号并未重叠 故我们推测Mapper可能不适合用来标记SOS发生处 于是我们改成直接标记STIN-1和OVER-1 图B和图C是在细胞中转染YFP-STIN-1和MITO-TRACOIDS 图B是在拍摄一分钟后加入DMSO作为对照组 图C是加入TG作为实验组 从影像中可以看到 STIN-1和粒线体荧光蛋白的讯号 加入DMSO后并无太大的变化 然而加入TG后 STIN-1和粒线体荧光蛋白的讯号明显增加 因此我们推断 当内置网缺乏钙粒子导致SOS开启时 粒线体确实会移动到SOS发生处 接着我们利用程式 称出成功表现荧光蛋白的细胞 并把其中STIN-1或ORAN-1讯号较强的部分标记出来 将此点状构造作为SOS发生处 以用来分析 为了比较讯号强度 以下折线图中的数值 是我们将每个时间点的讯号总量 除以初始讯号总量得到的 这可以使分析结果较不易受 荧光蛋白专染效率等背景因素影响 另外由于对照组的SOS未被开启 所以不会出现点状构造 因此我们计算了整颗细胞的 银光讯号总量 而为了使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时的控制条件相同 我们也计算了实验组的整颗细胞 总讯号量 上面的张图线图标记的是STIN-1 可以看到加入DMSO后 整颗细胞的STIN-1和力前体银光总讯号量几乎不变 但是在加入TG的组别中 虽然这颗细胞的两种银光讯号总量变化不是很大 但聚焦到点状构造上会发现 银光总讯号量在加油后有明显的上升 下面的张图标记的是OR1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加入DMSO的组别 STIN-1和力前体的银光总讯号量变化较小 但在加入TG的组别中 两种银光的总讯号量明显变化较大 而且当我们聚焦到点状构造上时 会发现银光总讯号量在加咬后有大幅度是上升 右上角的圆柄图代表的是 标记STIN-1或OR1的细胞中 力前体会靠近两者的细胞比例 可以发现加入TG的组别中 力前体有靠近STIN-1或OR1的细胞比例 明显比加入DMSO的组别高 右下方的长条图显示 力前体在Source开启后较容易靠近STIN-1 接下来我们观察 当Source开启导致力前体移动到Source发生处时 力前体是否会吸收钙粒子 左侧三张折线图标记的是STIN-1 右侧三张标记的是OR1-1 可以看到加入DMSO的组别 不论是靠近STIN-1还是OR1-1的力前体内 其钙离子总讯号量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甚至随时间有些下降 但在加入TG的组别中 虽然整颗细胞的盖离子迅 力前体盖离子总讯号量 大多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聚焦到点状构造上时 会发现总讯号量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上方的圆柄图代表的是 靠近STIN-1或OR1-1的力前体中 盖离子浓度有上升的细胞比例 可以看到 加入TG后盖离子浓度有上升的细胞比例 明显比加入DMSO的组别高 右上方的长条图显示 靠近STIN-1的力前体 比靠近OR1-1的力前体 更容易吸收到盖离子 我们从实验结果可以读出以下结论 一、当SORS开启时 力前体会移动到STIN-1或OR1-1附近 二、力前体会在SORS发生处 吸收盖离子 三、力前体的分布与吸收盖离子的效率 相较于OR1-1与STIN-1更加密切 以下是我们的参考文献 最后献上我们最诚挚的感谢 谢谢大家的聆听 接下来进入QA时间 欢迎各位向我们提出任何指教 都拍摇 好 如果各位来宾对我们的报告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谢谢各位来宾 希望你们不会因为听到这个今天的秘密 而被压到喘不过气 好好别再碎碎念了行吗 我们还要赶场呢 赶什么场啊 我们就是最后一组了啊 还要赶什么啊 蛤你没搞错吗 没有啊 那不就是说我们的惩罚到此结束了 你在猴急什么啊 怎么这不是还没有开始温情感谢的戏码吗 我说你排演的时候是不是太滑水偷懒了 这下糗了吧 你是不是讲得有点太大声了 三年专研沉日苦 实验室里笑何类 从滴管到排配 从放大镜到供额交显微镜 从洗碗精萃取染色体到PCR 一路上 我们跌跌撞撞 因为有教授 老师 学长学界 还有温量班的所有同学 我们才得以成长 研究录像 多的是潜伏的海怪 崎岖不明的路径 总是一掘不正的植物 不受控的动物 还有养到发霉的细胞 是你们教会我们跌倒 给予我们越挫越勇的战斗力 我们才能一路过关斩将 奋勇杀敌 走向目标 即便知道探索的路 永远没有终点 生命总还会留下一段奥秘 一道想不通 猜不透的谜题 但是因为你们 我们得以用更精良的武器 更高超的想法 来解决未知的问题 谢谢你们 北一女装第35届 数理自由班成果发表会 正式落幕